如果你發覺到 像前段時間在中部某銀行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女的一個副理嗎 罵另外一個女生的時候有沒有 就罵什麼其他戰斷帶 你是好像去做特種行業什麼東西這樣子 對… 就類似有這種不當辱罵這種情況 如果你長期以來 一直在這樣的環境下的時候 你是可以收證 你收證了 收證慢慢累積到一定量的時候 你可以去提出一個要求跟申請 好 因為像上班族 我們說工作是實現自己的價值 但是犯不著毀了自己的一生或健康 所以素心提點一下 直哉怎麼辦 萬一真的碰到這個 真的 不需要賣命 就是提供你的才能就好了 重點是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去上班 不管你是不是打工的 還是正職的 還是臨時的 還是什麼試用期的 他如果在五人以上 他就該幫你投保勞忙 還有還是你兼差的 對 兼差的 你只要在這邊你就要勞保 你要在這邊領錢 他是你雇主就要勞保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 比如說是到處打工 可能是我是工會組的 你要知道 就是說我一定要選一個工會投保 第三 我要呼籲小老闆們 就是說有時候你雖然是四人的公司 很小的公司 但事實上天有不測風雲 誰不知道你 不知道員工什麼時候要出事 有時候相關的職業災害 也是老闆的責任 幫他保勞保有時候是最划算的保險 其實不一定有時候要斤斤計較那些 一旦出現這些職業傷害或職業病 第一個記得就是說 去拿職業傷病相關的門診單 或住院申請單 去看病 去住院 然後接下來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工作 就是申請就是不能工作的薪資的補償 如果真的甚至造成身體上的殘障 比如說手的問題 手的問題 像剛才燙傷的那種可能已經進下去了 他甚至會有失能給付 是能給付是從1.5個月睡到60個月 這個都可以申請 就是說不要讓自己的全力睡著 我今天知道滿多的 對 因為你真的碰到這些的話 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區域 自己在哪裡 對啊 謝謝四位來賓 謝謝 謝謝